来 如果你已经出三了 伟达定理还没有数联掌握的话 那么这一类题你一定会吃亏的 告诉我们方程 x方减3x加1等于0的两个根是m和n 那么首先咱们能知道 两根之和等于负的1分之b 也就是3 而两根之机m乘n等于1分之c 那么也就是1 得到这个方程之后 咱们再看 又告诉我们m也是这个方程的根 把mn带进去之后 我们会得到m的四次方 也就是m方的平方 减去p倍的m方再加上q等于0 同样把n带进去 得到的是n方的平方 再减掉p倍的n方再加q 也等于0 写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m方和n方实际上同时满足了 同一个二次方程 也就是说m方和n方 一定是x方减去px再加上q等于0的两个根 再用一次伟大定理 那么此时m方加上n方当然就等于p 那么相应的m方乘上n方 它不就等于q吗 那么此时要想求的是p加q吧 那么p就等于m方加n方 也就是m加n的平方 减去2倍的mn 而对应的q呢 就是m乘以n整体的平方 我们把m加n等于3 即m乘以1带进去之后 p当然就是7 而q当然就是1了 而我们要求的p加q的值 当然就是8了 大家听懂了吗 小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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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